好,我們來先做兩個小練習 他說現在有這個狀況 請問你,他會怎麼流 他問的是電流流向左流向右 不是問減流劑偏向左偏向右 這兩個答案正好相反 電流由左流向右,減流劑會偏左 減流會偏左,答案是流向右 減流劑偏左,答案相反 他問的是電流的流向哪裡 那就根據我們剛才所學過的 你就可以判斷出來了 來,停車戰界問 我們找大帥哥還是大美女 好,來我們找大美女好了 大美女叫Burr號 8號 8號,大小姐 你的答案 B選什麼,選豬 你選豬 4,好,請坐下 你選的是豬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甲而言是S遠離,所以右邊要升N 對乙而言是N靠近,所以左邊要升N 然後呢,拿出你的安培右手定則比一比 你就會曉得電流要這樣子流跟這樣子流 所以對甲而言是從右邊流到左邊 對乙而言是從左邊流到右邊 所以呢,我們答案是甲流向左,乙流向右 如果是問減流劑的話 如果是問減流劑的話 假的減流劑要偏右,向右偏轉 乙的減流劑要向左偏轉 OK,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OK嗎? OK 停車戰界問 就剛剛講過了 那看待順時鐘、逆時鐘 知道順時鐘、逆時鐘 知道是哪一級 知道是N靠近還是N遠離 或者是S靠近或是S遠離 或者是你知道是S靠近或是S遠離 知道還應該是逆時鐘或是逆時鐘 就剛剛講過的 還會這樣寫字 就知道該怎麼轉那種 來,停車戰界問 我們要找可愛大帥哥 來回答我們的問題 可愛大帥哥叫做 31號 小老師大人 你選C 2 B 請坐 你選的叫做B 請坐 因為我們你看到是逆時鐘方向 表示他升N級 N級會排斥N 會吸引S 你是要往下插入 是要靠近 想來的不讓他來 表示N是要趕走你的 N會趕走哪一級 N會趕走N級 所以呢 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走的不讓他走 插入是要來 要趕他走 要排斥 是同名級才會相似 所以你插入的是N級 所以答案就選的是B 這又是很簡單的 我們的冷視定律的運用跟想法 後面還有別的題目 那後面再說 OK嗎 OK